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Action呢 都是添加在这个 mean window下边的 就是主创体下边的 那么我们这里边这个class name 我们不能选择这个dare了 它默认是这个dare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啊 那么下拉选择这个mean window 然后呢 在这个mean window下面 我们再给这个Action发射信号 那么它应该发射哪个信号呢 大家是不是又想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呀 因为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第一个信号 好那你如果想用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这个什么情况 然后回到第一个 好我们看到这个信号已经生成了 那我们把它 老三样处理一下吧 也甭干别的了 就给它打印一下 来一个unicode吧 打开 好 我们看一下 文件打开 文件打开 没有现象啊 放大开 没有现象 好 很想让哈 这个发射的信号 给我们的操汇数呢 它发射的信号不对 那么我们处理起来呢 也没有正常的执行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出发这个信号发射 所以呢 我们还得回到这边来 好 这默认还是第二道个好 我们把它改成mean window 看一下 我们这个mean window 这个on change action on action change的这个信号 是没法发射的 所以呢 不是这个信号 那么到底是哪个信号呢 应该是这个on action trigger 就是我们的选项出发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哈 那么为了 公平起见呢 我们把刚才那个 无效的那个给它删掉 但是呢 把他这一行代码留下来 这一行我们是有用的 好 把这一行给它删掉 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 刚才那一行 不起作用的代码 已经删掉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mean window里面 第一项已经不选中了 当我们把这个代码删掉的时候 它自动默认 就识别不选中了 好 好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打开 这个打印成功了 好的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信号呢 也发射成功了 也被我们现在的藏案数识别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要注意 调查成mean window 好 我们是用了打开 试验了一下 那么如果我们 想试验一下别的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action 要跟这个相应的藏案数对应上 也要跟 gui界面对应上 那么我们这里 打开是 object name是action 就是说它这个 呃 我们内部使用它的时候 是这个action 那播放呢 就是action 16 16 关闭是2 所以这一定要对应上 不然这个 点击旋律按钮的时候 这个操作 发现完全不对 这个很麻烦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打开啊 播放啊这些啊 我们后面课程有机会再讲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现两个比较好玩的这个推出吧 推出是action4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推出 啊 我一般喜欢说action4哈 这个中云合并比较好玩 trigger了 把它实现了 还有哪个比较好玩的呢 关闭保存推出 编辑里边呢 先不弄了 工程也先不弄了 帮助里边吧 这个关于一体化框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好 我们实现这个action12 trile action12在这儿 trigger了 我们实现一下这两个 好 它要刷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 后续的放进去 哦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一不小心把它搞到了那个 trigger了个里面去 忘了改那个min window了 在这里 所以追加这个地方不对 要把它切过去 我们就不管它了 把它直接切过来好了 但是注意啊 应该添加到这个min window下面 如果你选择derlog的话 它就放在那个lay下面了 当然也不影响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40退出 退出的话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 我们就很简单的 之前有 system 叫exit 传一个0给它 告诉它是正常退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退出 OK 这个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蛮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界面 我们之前这个客人介绍过这个关于就是info 嗯 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这个关于界面 已经忘了什么样子了 运行一下 这个是 错了 这个是用户信息输入框 不是关于 关于的话 是我们 讲空间的那些客人讲过的 在前面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了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了 那我们这里呢 就简单的实现一个关于的这个 对话框 应该是about 对对对 在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也复制过来 把它实现在这里 嗯 这是match实现的例子 这个例子 展示了 菜单栏的实现 行 啊 差不多就这样吧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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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例子 这是match实现的例子 这个例子展示了菜单栏的使用 啊 这个关于界面呢 很简单 很简陋 就是一句话 那么我们 可以按照之前说这个 弹出一个界面这种方式 给它造一个关于界面 然后里面贴上图片啊 甚至你可以在里面放上各种空间啊 什么这个 呃 这个 分页的呀 像这个 呃 type widget 就是分页的 在里面的 所以成很复杂的这个界面啊 都可以做到 然后我们实现了这个关于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的话 呃 也蛮简单 使用说明 我们就 还是用上节课的学的东西 先把它实现了吧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应该用什么呢 我们先找到它的这个 啊 Action 13 13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选 min window 它会在这个 min window 这个class下 生成这个代码 不然我们还得去这个 Diallog 下面找 啊 Action 13 trigger了 然后在这边 再把它收拾掉 这家伙老是往这跑 跑也没有用 把它贴回来 然后我们去上面找上节课学的这个 Information吧 对于这个使用说明 我们直接用这个Information 去给用户一个信息好 这个我们也可以直接自己造一把 我这里就是 啊 示例性的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说明 绿色软件 绿色软件 打开自己用 啊 这基本就是一句废话 啊 关于 使用说明 啊 那么这些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做一个更复杂更丰富的 然后来展示给用户 嗯 这里呢就是两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通通都可以实现了 那么后面文件操作呢 再打开啊 保存啊 播放也都会做 啊 这个我们就退出了 那么这个菜单栏呢 这些啊 功能呢 就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后面呢 其实还是要有实际的项目练习 才能真正的体会 然后也会更加熟练的应用它 啊 又来这个可恶的客户练习环节了 嗯 这客户练习呢 希望大家在自己建立的GUI程序中使用菜单栏 啊 添加一些常用的操作 将操作名称打印到框栏台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刚才已经做过一遍了 然后额外再加一个就是 实现这个帮助界面 嗯 自己做一个这个弹出的界面 然后实现在这个菜单栏中 嗯 做的漂亮一点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这个 我课程中的讲课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我经常讲错了 但大家如果发现了我的错误呢 一定要不吝赐教 一定要在我的这个 麦子词院的这个麦子圈里边告诉我 或者是 通过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啊 给我发QQ也可以 那么 希望多跟大家交流 那么 如果大家发现我的错误呢 这门家水分也很高 啊 这个 废话就说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的听讲 谢谢